有两点特别重要 一点是你是男生还是女生 是你是单身还是有家庭的 大家好 我是在西雅图住过14年 在纽约去过三次的TC 大家好 我是在纽约读了研究生 然后工作了三年 之后来西雅图工作了三年 现在一共生活了6年的小秋 那这期纽约对比西雅图的视频 真的是让我非常非常期待 这两个都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城市 它们都有自己非常强烈的特点 今天我们会从四个方面 来对比这两个城市 分别是经济就业 生活环境 具体的华人生活环境 以及最后的两个城市的房地产 来对比这两个城市 那其实纽约跟西雅图 对我来说还有另外两项 我觉得特别重要的对比点 那我会在视频最后跟大家分享 千万不要错过哟 那我们就直接切入主题 开始吧 首先第一个对比是经济就业方面 纽约在经济就业方面 主要是金融 银行 media communication 所以它的经济就业方面 是一个非常diverse的一个城市 当然了 纽约的科技最近兴起的也很厉害 比如说亚马逊的第二总部 差一点点就搬到纽约去了 当然它最后被踢出来了 因为种种原因 相比纽约 夏图是一个相对比较单一的 一个就业方面的城市 主要是科技业 然后主要是大公司 比如说亚马逊 微软 波音 这些比较大一点的公司 所以基本上你在夏图的 你见到人不是马龙 就是在去马龙的路上 在这方面会比较单一一点 但作为一个在两边都工作过的人 我觉得两边的工作氛围 还是差很多的 在纽约 我觉得大家总体来说 还是一种竞争比较激烈 然后比较努力 比较争分夺秒的感觉 特别是你像那边金融业 好多人就是工作时长也非常长 然后工作强度其实还挺大的 在夏图这边 我觉得一下子就chill很多 我转来夏图之后 我就觉得大家好像工作 没有我想象中 没有我在纽约工作的时候 这么压力大 一般都是九点十点到公司 stand up或者开一个短会 然后吃饭吃一个小时 chill一会儿 然后就下班了 对 那一般是程序员 我知道当然是看组 是看不同公司的氛围 但是总体来说 我觉得纽约这个城市的节奏 和夏图 就是会差很多 对 然后我觉得其实夏图 还是一个比较 他自己也认为 它是一个非常passive aggressive的城市 就是表面上来看 它其实好像是挺lay back 然后大家都非常chill 然后大家都非常enjoy life 但实际上大家还是非常非常driven 然后会花很多时间去工作的 这一点相比 就是说如果你把夏图和温哥华相比的话 你就可以发现这一个很大的特点 就是温哥华是真lay back 就是真的非常chill 然后大家真的是在enjoy life 然后你看夏图好像类似 他也在enjoy life 也非常chill 但实际上大家还是非常非常拼命工作的 所以我们叫它passive aggressive 所以就是表面上装得好像特别chill 其实内心都在积极向前冲是不是 对 那就是绿茶表嘛 哈哈哈哈 那在收入税方面呢 夏图在的华盛顿州是全美的少数几个没有stay income tax的州 这一点和德克萨斯佛罗里达比较相像 也就是说你在发工资的时候 州政府不会收你的收入税 相比之下呢 纽约它有一个州收入税 也就是说你每个月发的同样的公司 你在纽约交的税会多出百分四十百分七 我记得如果你在曼哈顿工作的话 还有百分之一好像还是多少的city tax 对反正就是税很多的一个州 但是同样相比之下 纽约你拿到的钱 同样工作 同样职位拿到的钱 其实是比西雅图要多一点点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是算税后的话 这两个城市做同样的工作 其实是差不多的 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说 在纽约工作的时候税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 我记得我当年第一年入职的时候 亚马逊给我发了九股的股票 然后当我到手的时候 只剩下四股了 只剩下四股了 我就没有看懂为什么我只剩下四股 然后这位同事就跟我说 剩下的股票都被卖了交税去了 我整个人就惊了 我九股的股票五股被卖去交税了 然后反正就是你懂的 我心里这种忧伤的感觉 到西雅图之后 拿到工资单我都不敢置信 我以为我的工资会比在纽约少很多 但其实我的到手工资反而比纽约还高了很多 这边的生活消费又低了一些 所以突然我觉得我自己就好像发财了一样 你知道吗 就是银行账户的钱就开始慢慢的向上涨 西雅图的收入税方面真的是很低的 然后西雅图在其他方面的税 比如说Property Tax 其实也是相对来讲比较低的 之后我们也会讲到 然后在生活成本方面 小时候你那时候从纽约来到西雅图 发现生活成本上最大的一个变化是什么 就是不买衣服 不买品牌 不买任何昂贵的奢侈品了 人就进入了一种躺平的状态 就是记得我当时刚去纽约的时候 我本来在温哥华 温哥华跟西雅图是非常接近的一个城市 当我到了纽约之后 我第一次去SOHO逛街 我走到SOHO 突然就发现我好像是一个乡下人入城的感觉 周围所有人都好像是在拍时尚大片一样 穿的就是各种美丽的裙子 而我就是穿了一件防风衣 和一条牛仔裤 周围的人看到我 我感觉就是看到一个异类一样 我当时也没好意思怎么逛街 就是赶紧看了一看就回去 以后每一次上街的时候 我都觉得得稍微精心打扮一下才可以 对 因为其实某种程度上也因为西雅图 这边经常下雨 你就算有很好看的那些衣服 你也没有机会拿出去展示 所以其实我们经常开玩笑在西雅图着那个校服 就是对于女生来讲 就是上身穿一件North Face的那种冲锋衣 然后下身穿那个Lemon的那个Legging 然后就是西雅图着那个校服 对 而且当时我工作的地方 其实就在第五大道的旁边 然后不管是中午啊 或者什么时候喝咖啡啊 大家不想工作了 就会一起到第五大道去逛街 我周围的同事都是没事情 就带我进LV Gucci那些 我自己本身不是一个对奢侈品有很大欲望的人 但第一天跟他们逛着逛着逛着 就感觉钱包里面的钱就变得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而到了西雅图之后 我发现没有人逛街 所有东西都在Amazon上买 衣服 裤子 所有的Costco Amazon 就全解决了 而在西雅图 如果你穿的特别时尚呢 出门 要不你就变成一个落汤机 所有这些东西都给淋成了水 或者就是别人会觉得你是一个异类 感觉你是一个人在农村里拍时尚大片 所以我的消费也开始慢慢的降低 小小你以前在纽约每个月交多少房租 当时我跟室友两个人租了一个1B1B 也就是一个bedroom一个客厅 然后我们把客厅隔开变成一间房间 在纽约来说这样子的租法是非常常见的 因为那边的租金特别特别贵 对我们两个住这样子一个房子 当时每个月是3400块钱 我因为住的是一个房间比较大一些 所以我出1800块钱 然后我的室友出1600块钱 即使是这样子的房子里面 你也偶尔会看到蟑螂 在里面开心的玩耍 有没有单独的浴室 我们两个是共用一个卫生间一个浴室 对 洗衣服的地方呢 在纽约大部分的洗衣房都是共用的 是在一个楼里面专门有个给你洗衣服的地方 所以说其实我们当时是没有自己的洗衣机 需要去公共洗衣房洗衣服的 来西雅图之后我就在公司大楼对面 只要过一个马路 租了一个比较奢侈的楼里面的studio 当时是大概1800左右一个月 所以其实租金和我在纽约的时候差不多 但是当时我就自己有一个房间 客厅洗手间洗衣机 红干机全部都是自己的 而且下楼就能吃到早餐 过马路就是公司 对所以其实你光从纽约西雅图 Rent方面对比的话 纽约真的是高很多 但实际上我觉得就是除Rent之外 就是你那种买衣服啊吃东西方面 其实我觉得这两个城市的价格应该差不太多 甚至某种程度来讲西雅图可能更高一点 因为它的sales tax是10.25% 相对于纽约来讲8%会比较高一点点 所以就是说光从住房来讲 纽约真的是高很多 但是看其他方面的话 这两个城市其实是差不多的 虽然说纽约和西雅图出去吃饭的价钱可能差不多 但是我觉得在纽约你的生活状态就是会更多的出去吃饭 因为很多租客之间我们都是共用一个厨房的 所以其实我就没有这么想在家里面做饭 可能会影响到我的室友啊之类的 大家整个生活状态也是工作很忙 经常要出去社交 所以说很多时间会花在吃饭啊喝咖啡啊逛个小店啊之类的 所以虽然说消费水平可能差不多 但是你的频率就会真的高很多很多 那至于生活环境方面 小乔你觉得在纽约你平常会干些什么 在西雅图你平常会干些什么 在纽约我觉得就是有很多小酒吧 很多有意思的活动 然后下班可以去看个百老汇秀啊 然后生活其实挺丰富多彩的 可以去看画展有好多博物馆 可以去Central Park逛一下 或者找个Speak Easy的酒吧 进去跟小伙伴们喝一杯啊之类的 总体来说生活就是非常的多姿多彩 你每天都可以想出不同的活动 在一个很小的城市范围内就可以进行 就是总的来讲纽约是一个非常非常人文的地方 对不对 对非常人文非常有活力 非常diverse 从不同地方来的人很多 会带来很多不同的文化 然后他们每个人都是有一颗比较有意思 比较自由的灵魂 想要在这一片土地尽情的释放自己的感觉 对纽约它35%个纽约人 是在美国之外的地方出生的 所以纽约是一个非常非常多元化 以及包容的城市 那小乔你在西雅图以后呢 你平常会干些什么事情 跟纽约的生活有什么变化 西雅图比较常见的 大家会出去玩的项目 可能就是周末去爬山 冬天去滑雪 因为这两个项目都不是我 非常热爱的 所以就没有项目了 就没有项目了 我每天周末躺在家里就想着 没有什么事情做 出去看个open house吧 对 而且西雅图你是必须要人手一车的 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车的话 你基本上哪里都去不了 相对来讲 纽约它的公共交通那些东西都挺发达的 所以就会方便很多 在天气方面呢 这两个城市 纽约其实是一个四季非常分明的一个城市 西雅图相对来讲 它就只有两天 一个是晴天 一个是雨天 雨天从10月份11月份 持续到来年的5至6月份 然后晴天呢 是从大概6月份持续到大概是9月份 所以说大家如果想来西雅图玩 千万从6月到9月份之间挑一段时间来玩 因为那个时候的西雅图真的是人间天堂 其他时候就是下雨就不用来了 总体从生活环境生活节奏上来说 我觉得纽约就是很快节奏 我刚从温哥华到纽约的时候 我就发现街上的人都是以我三倍步伐的速度在走路 前面的人在离我越来越远 后面的人就在推着我走 就一副不耐烦的样子 我就想说哇你这么急干嘛 你赶着干嘛去 但是在我离开纽约前 其实我就已经变成他们那样子了 街上只要有一个人走的慢一点 我就想说你知道吗 你在纽约你为什么走这么慢 你在影响我们你知道吗 快点快点快点 就是其实我也是认识到我自己这个变化之后 我认为我不想要变成一个这样节奏的自己 所以我才决定要重新回到西海岸 那西雅图就真的是很悠闲很自在 我之前也提过温哥华是 西雅图的再极端一点点 就是你买一杯咖啡 别人会跟你聊好久的天 后面的人可能有个什么事情都会等不及那样子 对西雅图和温哥华城市对比 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看我们之前录的视频 那至于华人生活环境来讲 对于华人来讲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民饮食为天 小乔你在温哥华纽约西雅图三个城市都住过 你来评价一下纽约跟西雅图的这个华人饮食的环境吧 那首先我第一个去的是温哥华 大家都知道我对温哥华的美食就是 无话可说 我觉得温哥华至少亚洲餐 从中餐日餐寒餐来说都是非常非常顶级的 到了纽约 我知道很多小伙伴觉得纽约的中餐其实非常非常的好 但是因为我个人不是一个爱吃辣的人 我更偏向吃南方菜 小菜啊上海菜啊这样子 我觉得上海菜在纽约的option 选择性是非常少的 至少在我住的那段时间 除非要去法拉盛 要坐很久很久的车才难到 不然的话我觉得比较难找到我爱吃的中餐 那日餐在纽约确实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我觉得还是可以排上比较好的位置的 但是到了西雅图我就真的觉得没有东西可以吃啊 就是你平时开个happy lemon 居然要排好潮好潮能队 排到店外还要绕个街道 我都惊了你知道吗 我觉得在西雅图排队吃的东西 在温哥华都是基本上没有什么人去吃的餐馆 快被淘汰了 就是所以说从吃饭来说 我觉得纽约肯定是胜过西雅图的 但温哥华和纽约之间其实是见仁见智的 看你更喜欢吃辣更喜欢吃南方菜还是西餐 还是比如说米其林之类的 我觉得纽约可能就是很少有城市可以跟纽约比 对于华人来讲华人餐馆来讲 可能还是温哥华最高 然后纽约第二 然后西雅图是在这对不对 从我内心角度 大家如果不服的话欢迎留言 那至于食物之外呢 其实相对来讲 我觉得西雅图还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城市 西雅图大部分区都是非常安全的 然后西雅图他40%个人是有大学学位的 所以其实西雅图人普遍数字也是非常高的 相对来讲纽约是一个非常非常大 然后各种各样不同的人口 所以会相对来讲比较杂一点 安全系数也会稍微低一点 这是不是你的感受当时小秋 是我觉得我在纽约的时候还是非常注意安全的 因为我自己就有很多担忧 我当时住的其实离市中心非常的近 我总是担心是不是会遇到危险之类的 虽然说真的遇到危险的几率其实也没有这么高 但是其实内心还是会比较担忧的 但是来西雅图之后也主要是在纽约 其实你你步行的机会非常非常的多 而你在西海岸在西雅图这边 其实大家都是开车 所以你其实遇到危险情况的几率也会少一些 我认为是的 所以总的来讲其实我觉得都挺安全的 只不过就是你在西雅图这边 可能会感觉更放心一点那种感觉对不对 然后西雅图其实是一个回国非常非常快速的地方 你大概坐飞机九至十个小时就可以到北京 上海以及一些其他的国类的主要城市 然后相对来讲 纽约飞行的时间会比较长一点甚至要转机 这一点我觉得确实是非常大的差别对我来说 因为我是一个坐飞机会晕机的人 差这六个小时对我来说就是天差地别 生与死的距离 所以总的来讲你从各个方面看 从食物从安全从离回国给去 你觉得纽约跟西雅图这两个城市对于华人来讲 哪个更友好一点 其实我觉得纽约和西雅图 它针对的是不同的人群 其中有两点我会在最后说 但是我个人觉得如果你是一个自由年轻的灵魂 想要体验一下这个世界 想要感受一下多姿多彩的生活 那纽约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 它会让你在短时间内能够吸收到各种各样的文化 养分不同人的有趣的energy 这种气场这种气氛 而在西雅图可能更适合生活 你买菜啊在家做饭啊 一群小伙伴在家里面聚会 搭房子都会比较大一些嘛对不对 所有的大家来西雅图小伙伴 其实都是偏向于想settle down啊 有一个family 所以说这两个城市我认为是适合不同的两种人群的 对 那至于在房地产方面呢 其实纽约跟西雅图都是全美 property tax都很低的两个地方 都是大概0.9% 就是相当于什么德州3%之类的 相对来讲比较低 但是纽约的房价确实是要比西雅图要高很多的 我记得上次我查的时候是说 在纽约New York City medium one bedroom price大概是100万美金 然后这个100万美金是什么样子的房子 红砖没有电梯 然后要跟别人共用一个洗衣间 洗衣间可能就是说如果运气好的话 100万可以买到一个有单独洗衣间的房子 大概500 600 square feet 基本上是这样子 然后西雅图呢100万的房子是一个独立的 两室甚至三室 然后有一个小花园有一个车库 然后是一个space非常大的一个房子 所以相对来讲的话真的是 从房地产角度来讲纽约是真的真的非常贵 而相对来讲西雅图房地产 其实10年前20年前更便宜 就是因为过去10年20年科技业的蓬勃发展 然后西雅图也有很多科技业大公司 使得房价往上涨了不少 但是我个人觉得根据科技业的不断的发展 西雅图这边的房价还是会继续往上涨的 所以说我觉得从买房角度来讲 西雅图的潜力会稍微好一些 不过其实在纽约很多小伙伴 所以说生活的这种状态是非常不一样的 还是要看你更喜欢什么样子的生活状 对 那讲完TC说的四点之后 我来分享一下我认为选择这两个城市的最重要的两点 一点是你是男生还是女生 第二点是你是单身还是有家庭的 大家也都知道西雅图在西罕岸是工程师比较多 男性单身的比例会高很多 所以作为女性如果你是单身 你想要settle down找到一个对象的话 可能在西海岸会容易很多 而如果你是个男生你是单身的话 周围就有小伙伴 他们最终决定要搬去东海岸 搬去纽约去寻找他们的 for the obvious reason 所以说说白了就是 纽约那边是一个男生市场 西雅图这边是一个女生市场对不对 对 但是要知道的还有一点就是 纽约并不是单身的男生不多 而是我认为在纽约的人有很大一个比例 他们并没有想要settle down 他们还是想要释放一下自己有去自由的灵魂 他们更想要体验生活 更想要尝试不同的 不管是感情经历啊工作啊生活啊各个方面 他们都在体验 所以他们可能还没有到那个想要settle down的阶段 也导致即使有很多单身的男生女生 他们可能就是会保持那个单身的status 对不对 就是因为纽约吸引这样子的朋友 对不对 是这样子的 我在纽约的时候其实朋友真的还挺多的 但我自己的感觉就是我内心非常的孤独 因为大家都挺忙的 大家都没有想要有一个特别深层次的连接 大家是想要广撒网 跟所有的人 make connection network 建立一个很强的社交网络 但其实没有这么想要有一种非常深的relationship 而对我来说这种就是深层次的交流 这种非常有连接性 connected relationship 是非常重要的 这也是我决定搬回西海岸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当然不是说你完全不能建立到这样子的连接 只是我认为在那个区域 那个大环境 那个氛围可能是更适合那样子的人 而西海岸大家都知道就会chill很多 大家有更多的时间 更多的想要沉浸下来 想要有深层次交流的这种氛围 所以周末大家会一起坐在一起 吃个饭聊天聊一些加长里短 聊一些可以更深层次的一些话题 我觉得这是我个人对这两个城市 一个比较粗浅的理解 所以小秋我们讲了这么多 纽约vs西雅图 你会给这两个城市答是怎么样的分 综合考虑 其实综合考虑来说 我是给他们打平的 我自己更喜欢西雅图 是因为我的性格 是因为我现阶段生活的需求 但是如果你让我再重新回到20岁 让我再选择的话 我还是会去纽约 经过这样子一段经历 去很快地吸收这种人文 很快地体验这种生活 我还是非常愿意 我非常感谢我那一段经历 我认为它让我的灵魂 变得更有趣了一些 它让我遇到了很多有趣的人 然后从自己的精神上也成长了很多 所以说我觉得人生就是要更多的体验 我非常喜欢我在纽约那段体验 虽然说我觉得到我现在这个人生阶段 我想要有一个大一些的房子 可以建立起一个更稳固的社交圈 更稳固的朋友圈 有一个家庭 有一些更生活化的体验 而我认为在这个阶段 在西雅图 在西海岸 这样子的城市会更合适一些 但对我来说 这两个城市都是非常 outstanding的 但是我还是觉得温哥化更好一点 对我觉得从各个方面 我们也从就业 然后房地产 以及那种人文 lifestyle分析了 我觉得西雅图跟纽约都是在两个非常好的极端 做的最好的城市 西雅图就是那种lay back 与大自然拥抱 纽约是一种非常人文 非常urban的非常vibrant 那种lifestyle 所以我觉得其实完完全全是看自己lifestyle的选择 你想选择什么样的lifestyle 你就会选择就是相对应的城市 而这两个城市 都是在相对的lifestyle上面 做的最好的地方 所以你更喜欢纽约还是西雅图呢 你在这两个城市分别有什么样的经历 欢迎在评论期和我们分享 如果你想看什么样的城市对比 也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如果你对我们频道对我们的内容感兴趣的话 不要忘了订阅 点赞 开启小铃铛 并且把我们的视频分享给你的好友 非常感兴趣的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见啰 拜拜